现在已经漫画了 我叫橘子 这是什么 哈喽大家好我是徐斌 然后大家都知道我平时喜欢喝喝茶这条鱼 然后现在北京的天气非常的舒服 今天我们就来户外 唯一的煮茶 是座小徐秋天的第一杯茶 这个就是奶泪 这是茶 红糖 然后玫瑰花瓣 这个是红枣 这个是花生 这个是栗子 这个是红薯 这是柿子 这是橘子 想象我们的制作工序吧 把这个白水烧开 等待 我也不知道我的步骤是不是对的 在烧水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烤一下 夹着它 和红薯吧 这西瓜 看这个瓶膏 弹起来的还会什么 所以它为什么在冒着锅子 边上锅子呢 嗯 嗯 剪掉就掉就掉了 剪掉就掉了 剪掉就掉了 这就掉了 然后就把这个茶叶就可以给它 沾上红糖 炒一下 明道已经膨胀了 今天主打的就是一个 随形 在学校 可以加一点点水 哇好香 拿气泡泡泡 绝对可以 在家里做肉 然后炒粉色的一步 奶茶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 就是奶 你看 焦糖奶茶 进来就是等这个奶茶开 家电里开水 前面里面红糖放的饼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先喝 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出入一下太子 北京都非常舒服 特别人适合在湖外 微露竹奶 十百高中 这不能浪费 那还不说过 怎么会一点调味都热 两个柿子叫什么 好柿成方 烤箭橘子 其实我第一次微露竹传好像不是这样子的 烤吧 应该很好吃 我还以为它是很硬的那种 它里面是那种 特别满足牛糊 哇 谁动我 我还吃那种牛糊 感觉应该是那种 特别满足牛糊 特别满足牛糊 为大家拨用力的食物 掉桌子上的老吃 还掉桌子上的牛糊吃 大家打开 这是什么 自制人籍 这是成立为的 这是香草的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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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奶茶 缺少了一些茶味 我觉得还是很好喝 OK 那我们今天的 小学的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要跟我的小伙伴们去享受这个美好的下午时光 OK 我们下期见 拜拜